大家好,我是邱邦胖,那今天就来给大家做视频了,那本一视频的话给大家带一些这个枪王排位包括模式的教学讲解视频,然后玩的呢是这个新沙漠灰了,上的呢我们单这个保卫方,那这场比赛的话是邱宜在这个江苏区打单娱乐的时候给大家录制的啊,然后年代稍微比较久远一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阵子这个东部战区的枪王之王局, 给大家打的太,这个素材太多了啊,所以说呢是等那些素材发的都差不多了之后啊,我们才来发这些邱宜平时的日常排位视频啊,然后呢可能相比之下就略显这个激情不足啊,激情不足,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呢都比较喜欢看这种排位虐杀啊,这些杀20多个30多个啊,你们会感觉很刺激啊,有一种支配的感觉啊,又能够在这种呃里面学到一些小套路啊,小知识啊什么的啊, 然后呢看起来也舒服,但是很很少一部分的玩家呢,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看这种比较激情的对局啊,就是说能够跟跟跟这个是吧,视频做着抗衡的一些对手啊,然后那种打起来的话,看着会比较有意思啊,会有水准一点啊,嗯,所以说呢,秋雨一直在两边权衡吧啊, 就是说,虽然说不能,呃,每次都满足大家,但是尽量的话是会经常给大家出一些日常,还有一些这种高端对局之类的啊,希望呢啊,是吧,能够满足到所有的粉丝吧啊,然后呢,这一期视频也是比较皮啊,就是上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劣势啊,特别大的一个劣势啊, 然后呢,队友呢,也是不怎么爆点啊,就是那种,你好像一个哑巴一样,那个啊,就是那种感觉啊,就特别想,打了打了就特别想给咱们唱一首,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们这边的话,上来是一,拿了一分,秋雨一个四杀,拿了一分之后呢,队友就开始,厌了,厌了,然后这边的话,秋雨最后一波,上半场的最后一分啊,我们是绕A大后啊,绕完了之后,这一波为什么我没有上呢,如果是 不知道平时,我是绝对不可能不上的,大家可以多,呃,就是说,呃,如果不知道的啊,可以平时多看一看啊,像这种橘子,就算说我上去冲死了啊,我死了,没关系,我都会上,为什么,因为,呃,打打这个爆破吗,肯定都是要以淫为其处,虽然说,可能说残局的成功率比较低,因为当时我是一个一位五,呃,成功率会比较低,但是,呃,你不打上去的话,就没有成功率了,对吧,但为什么,我刚才 没上呢,啊,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队友已经心灰意冷了,啊,就是说我想着,呃,就保一保Ace,啊,让自己少扣一点分,对吧,啊,不上去的话,就是为了少死一次,看他们能不能够出来啊,然后如果都不叹的话啊,那那波怎么爆炸了啊,大家就相安无事,对不对,啊,所以说当时的话,其实上半场,我是抱着一个,呃,要输了的心态去打的,然后下半场开局呢,我们是一个必须的位置,然后但是秋雨呢,并不是一号位啊,我是一个冲B点的二号位, 然后二号,我们一号位的队友呢,却也在位里面疯狂的给他爆点啊,我说,兄弟你是意外啊,你就直接掏枪出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后面帮你补枪,然后我们走到B通口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那个捞仔直接就往右转了,这个是什么,就是怂啊,就是怂,而且这个人,你要说他没卖的话啊,没有威啊,我可以理解,你可能没有听到我讲话,但是这个人在后面,我们要翻盘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话了啊,就是有这么捞啊,没有错,兄弟就是这么捞啊, 但是呢,说是要翻盘,肯定这份还是有拿下来的,我们看一看这边这个二位五的残局,所以的话是在中路抽掉一个他们过点回房的这个保卫者之后,直接跟队友来到A点,然后摸一下A点,然后这边的话,盲点有一只被我看到啊,然后我们这边啊,炸了一个雷,利用这个雷的烟雾,还有这个爆炸的声音起跳,然后直接一个连跳来到他的境点啊,用手枪把它抠掉之后啊,然后这边拉到包点去,下了包,然后把小刀的这个保卫者打掉, 最后的话只剩一个人啊,我们从一个二打五变成了一个二打一啊,非常的perfect啊,然后我们这里A大这个队友的话再看,然后确认呢,是直接看着小道和这个桥下,然后对最后队友的话是被A大的这个敌人打掉,然后我们这边三向这里稍微卡下点,哎,然后等他拉过的时候,直接闪生出去,COP带走啊,完成一个单局四杀, 稍微挽回了一点局势啊,现在比分的话是2比4啊,还是有点难做,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因为靠近中路,所以说准备在中路抽一枪啊,因为像狙击枪如果靠近中路的左边或者右边的位置,其实是第一枪是可以拉的啊,但是的话也要防防着对面的保卫者去反卡你的点位啊,因为有时候人家知道你要抽过点,所以说第一时间就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地方来抽你,像秋雨一般我们抽中路的话,一般的那个育苗点都会在 像像刚才一样在门后啊,就是在这个左边门后的位置,因为是架他们跳过去的点位嘛,对吧,然后呢,可能说就会像刚才出现的那个保卫者一样,他可能贴着近点过来了啊,然后有些狙击如果近点反卡你的话,你有可能会被杀掉,就像秋雨打保卫者的第一回合的那个样子啊,就是说,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非常捞的细节啊,因为这个枪的话,呃,子弹不多啊,虽然说打了一个一滴血,不过刚才第一波其实狙击的话是可以 杀到他的,但是秋雨呢,那一波直接被挂到了那个逼通的那个墙上啊,感觉好像有点尬啊,有点尬啊,然后这边的话,稍微做了一下捡钱运营,当时呃,我们一起打一点啊,秋雨呢,是只打打了一个尾巴啊,打了最后一个人,结了个尾啊,前面的话都没看到人,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比分稍微翻翻了一番啊,变成了4比4啊,这一分的话,还是相对说比较重要,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又是来打B点,打B点,然后这边打了个白之后,本来我是在一位,结果队友把我挤到后面去了啊,然后他打了白之后,又不敢低时间往前冲啊,真的是很尬啊,如果说当时B包点有人的话,就会非常危险了,但是这一把的话,对面好像是放弃了B包点啊,都靠近中路景佳那一块啊,所以说呢,我们成功的进来了啊,因为像打B点这种位置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需要第一时间去强点, 如果你第一时间不强点,让别人占到了一些有力的点位的话,其实你是挺难打的,我觉得啊,然后呢,所以说,真的是不能怂啊,你的一位不能怂,如果你一位怂的话,大部分的时候都已经进不去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完成一个三杀之后,看一看下一局,球一的话,直接又是靠近中路的位置,在中路狙击枪狙到一个,然后的话,我们准备上小道的时候,拉到中路一看对面的话,有一个保卫者前压,然后也是两发手枪带走啊,完了之后呢,直接从这边来小道,因为队友的话, 已经上A了啊,然后这边我听到脚步声,有一个人从井家跳上来,直接一枪甩枪,一个爆头,然后这边盲点有一只,双杀双杀完了之后,苗闭门,然后发现对面的话,好像是没有回房,然后我们这边半天没有看到人的时候,听到了小道的脚步上去的话,这一枪顺境,好的,那本期的解说视频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期待观看,我们的